那么嫌疑人究竟是怎么做到凭空消失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决定把这个 再往前往后延长来看 就多看两天 如果住那里的话 就会经常在那里进出 但是没看到 到这时民警意识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嫌疑人很可能 根本就不住在这个小区里 于是他们再次仔细查看 案发当间的视频 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嫌疑人是早上7点多 从这个小区外面进了小区里面 嫌疑人在作案之后 又从小区步行出来了 原来案发当天 嫌疑人早上7点多进入了小区 8点多骑摩托车离开 下午在鲁锡镇作案之后 又回到小区 停好了摩托车之后 嫌疑人并没有立刻就走 而是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他才步行离开了小区 这嫌疑人很矫 他作案的车辆是提前放在红南 然后我们通过排查 通过视频接力继续 最终就发现 最终这嫌疑人在汽车站消失 其实是坐车回到了通山县城 案发当天早晨 身穿红色上衣的嫌疑人 从湖北通山县城 开往鸿岗镇的大巴上下了车 随后走进藏匿摩托车的小区里取车 下午做完了案之后 他再次登上了开往通山县城的大巴车 不过自始至终 嫌疑人都戴着口罩 民警也无法看清他的真实面貌 那么要如何才能查出 此人的真实身份呢 发现他到了这个 他们鸿岗急震的一家惊电 他在禁电的时候 他摘下了口罩 这让这个时候才让我们看到了 他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的面相 画面显示 案发当天下午 嫌疑人拎着一个纸袋 一路小跑进入了这家惊电 进入惊电之后 他立刻就将刚刚抢来的金箱链 卖给了电源 根据线索 10月30日晚上10点 犯罪嫌疑人陈某 在湖北通山县城的家中 被武宁警方抓获 当时抓他的时候 他这个衣服 他身上穿的衣服 就是在作案的时候 穿的那件红色的外套 也就是在通过作案现场 得手以后 在中途更换的那件衣服 我们下午 下午 我们下午 下午 上 下午 下午